早安,Kaz 歡迎來到Studio 6兒童畫室 今天不如說說米高安哲羅 他的名字也有人譯做米開朗基羅 兩個都對的 他是在1475年出生於意大利 當時這個時代叫做文藝復興 他生前創造了很多很偉大的雕塑 建築 還有創造很多動人的壁畫等等 當時的他還有達文西 拉斐爾被稱為文藝復興三結 其實素描對佛羅倫斯的人來說 是一種視覺藝術 在他們文藝復興這個年代 已經用紅蠟筆、探筆、鋼筆 來做很多不同素描的效果 當時的達文西和米高安哲羅 他們就在這些花園創造很多不同的藝術品 其中這個巴克斯就是米高安哲羅一個雕塑的作品 他是古希臘的神話裏面的走神 你看到很多提子圍著他的頭就是他 這個就是大衛像 是在1504年製成的 差不多有五米高 現在就放在意大利的佛羅倫斯美術學院 另外這個叫聖雙的雕塑 是1500年的作品 他放在羅馬的聖彼得教堂 完全表達到聖母那種溫柔和耶穌的奉獻 是我最喜歡的雕塑品 有機會真的要去看看 這幅叫雅典學園的作品 是拉斐爾畫的 是在1510年完成的 它是一幅塞壁畫來的 聽說拉斐爾還將達文西和米高安哲羅的樣子畫了下去 壁畫的意大利文是Fesco 即是新鮮的意思 意思就是鋪了灰泥和牆壁或者天花上面繪畫的作品 聽說製作的方法非常困難 所以現在已經很少人做了 這幅叫創世記的作品 是米高安哲羅用了四年的時間完成的 它描述聖經故事裡面的情節 分別有創造阿當、創造夏娃、大洪水等等 右邊這幅叫做先知珠雷米雅 聽說是用米高安哲羅自己的樣子來做參考 這幅叫做最後的審判的壁畫 是1541年米高安哲羅的作品 它是位於西斯庭禮拜堂裡面的一幅巨型祭典畫 就是描述新約聖經啟示錄裡面的故事 耶穌親自去審判人間的善惡 善良的人就會上天堂 有罪孽的就會落地獄 今天先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的朋友請Like我們的Facebook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 另外Instagram和WeChat都有我們資訊 留下紅色這個按鈕就可以訂閱了 Studio6現正招生歡迎預約師堂 查詢請致電9862-2102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